引起网友最广泛最积极猜测的是刘谦从鸡蛋里变出钻戒的魔术 明明是手掌中紧握的钻戒 瞬间就跑到了密不透风的鸡蛋里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引发了亿万观众的思考 不少摸不着头脑的观众认为 其实这枚鸡蛋里早就放了枚钻戒 而想法稍微理先的观众则索性现身说法 用图表说明其中的奥秘 网友分析 放鸡蛋的玻璃盘盘底和黑桌布下面都有机关 有钱很可能是将戒指放进了黑桌布的小洞口 戒指通过磁铁弹簧伸缩杆等机关进到了盘子下面 当鸡蛋打碎到碟子里的同时启动机关 如此一来戒指就被弹进蛋黄里了 而另一处巧遍硬币的魔术秘密 在观众看来道理与鸡蛋里变戒指所差无几 首先呢 我把小杯子放在桌上 带着大杯子盖着它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请问一下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硬币放进杯子里面 放到里面那个小杯子里面 当然不可能 不可能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勿扫网友认为黑色的桌布主要是为了演示从桌下弹射硬币的出口 经推断 刘谦应该还在桌子某个位置布置了一个弹射硬币的机关 从而让硬币从桌布下面弹出来 从而顺势弹到大小杯子的空隙中 然而对于各种猜测 魔术师刘谦在个人博客上都给予了否认 到目前为止所看到的解答之中 想法包罗万有 显直不可思议 但是仍然没有人做出正确解答 而当新娱乐在线记者专门来到户上某魔术用品专卖店寻求解答时 馆内魔术师也表示 网友的那些猜测纯属读 正确答案远不止这么简单 这种方法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但是这种方法是最不科学的一种方法 也是最古老的一种方法应该这么说 按照魔术界的行规 这名魔术师并没有向我们透露刘谦魔术的奥秘 只是强调魔术往往需要通过转移观众注意力 以及适当转换角度来达到最终效果 因为记者现场表演了一段 类似刘谦春晚节目中瞬间转移橡皮筋的魔术 能不能向微面上一下镜头啊 它是有角度的 那样子的话会有 应该是有角度的 对对对 所以那样子会被人发现 然后呢我用另一条橡皮筋从中间穿过它 看得出来 现在呢我两手当然是分不开的状态 但是仔细看 由此看来在网友众多所谓的揭秘中 只有橡皮筋魔术的答案最有说服力 然后刘谦一般都会这样拉一下是吗 对 在拉的过程中看注意 食指和中指夹住橡皮筋 然后在伸出去的过程中呢 从食指从大拇指这里穿过去 然后呢 这个时候橡皮筋已经分开了 新娱乐大线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